我的彩妝資歷將近十年 一開始幫新娘做專業的造型 因為我造型的對象是專業的模特 他們必須要面對鏡頭 所以在彩妝品的選擇上 首先我會著重它的顯色度 如此一來他們在鏡頭前所呈現的妝感 是比較容易顯色的 第二呢我會選擇防水性比較強的彩妝品 因為他們可能拍攝的時間很長 所以我必須要選擇一些防水性比較強的 才不容易脫妝 我喜歡的彩妝品它有 Makeup Forever、Make、植村秀以及Zill 在這四個品牌當中呢 比如說以底妝來講的話 我喜歡植村秀 因為他們家的底妝比較服貼 那眼影方面呢我喜歡Make 因為顏色比較顯色 比較好推 那在於眼線筆的部分呢我喜歡 Makeup Forever 防水度夠 至於恐龍的部分呢 顯色度比較足夠就是Zill 我個人認為能穿搭美感經驗的 就是美的定義 我平常會閱讀時尚雜誌 以及電視 網路上吸取 遊行的訊息 以及定期會參加彩妝及造型的創表會 彩妝工作是一條漫長而且辛苦的路 我建議新人可以平常多多練習 以及吸收新的資訊 不斷的充實自己 不斷的充實自己 不斷的充實 不斷的充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